底下一个问题 现在世界各地堕胎的情况都很多 可是这些英灵全部都在地狱大铁笼里 手把这铁笼扩住在叫妈妈 就好像急着要走出那个紧闭的铁笼 请问老法斯用什么方法 能让这些妈妈不再造这个卫宜 这些妈妈不相信 你跟她讲着 她说你说鬼话 她说你怎么这么迷信呢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现在是科学时代 人都坐到太空了 你怎么还搞这个迷信啊 你知道这个事实不能讲 你跟我讲可以 我知道 别人不相信 我相信 那用什么方法帮助她 自己真正修习 修到什么时候呢 用念佛的方法来说 至少念到功夫成片 你就能帮助她了 念到一心不乱呢 他们就都得解脱了 所以常常观想这一些婴儿 常常观想他们 只念他们的痛苦 我们把念佛 诵经 所作一切善行的功德 给她回想 这样就对了 救他们还是要先度自己 自己得度 他们就都得度了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请问老法斯 开始 背负这种业因果报的是堕胎者医生 还是国家政策 这些话你想下就明白了 用不着问我了 那么佛背因果责任最大的 是个母亲 其次的 这个是做这个手术的这些医生 他做的少没关系 做多了的时候 以后国报会现前 现前的时候 他就会相信 现在他不相信 这个手术的这个手术